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也可以不吃 你休息越过这个阶段的时候 做事就是这种状态 可以随缘做事 但是没有热情 没有斗力 没有支点 没有任何目的性 或者是什么 但是别人有 但是当然说你这个随缘 当然你不是说随缘乱做 你每次随缘都可能会利益到一些人 就是这样 有一天一定要懂得就是这个做事不再靠激情 再靠一定要找见事做 一定要有个支点 一定要有个动力 一定要有个目的性 一定要有个起点 有个终点 做了 就这样 然后没那么难 所有的事情了了风不在于结果是什么 这个时候也差不多了 休息就差不多了 就可以做事了 但是如果你觉得 我这两天就萎靡 或者是既不靠风 也不懈怠 就这么在中间晃 我能不能要不做点事 感觉 这个还切点 要么一做就疲惫 知道吗 不做还觉得没事做 但一做力量就不够 激情不够 动力不够 持续性不够 耐心不够 而且别人衣服对你 你就烦了 就受不得打击 然后还在意别人说啥 还要肯定 还要鼓励 还要支持 但这个时候也不是不能做事 太累了 就是还不能 就像吃面包这样做事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面包放在这儿伸手就拿 往嘴里伸 啥也不想 就做事 那个时候就舒服 那这个状态还需要持续几天 现在公司现在都是这种状态 刚刚还过洋来 都没动用 因为以前你们做事都是 靠机器 靠动力 靠目的性 或者是靠一个起先自我的价值 有一个成就感觉 我活着还有点意义嘛 有点又 反正都是那样 或者真口气 然后 就是以前是靠这个 中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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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 然后动力也没了 啤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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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段时间是最难过的 然后又平回来了 又觉得也可以做也可以不做 他好像这个心懒懒散散的 就好像收不回那个气 懒散的 啤嗒 心里想做点事吧 就没有以前那种 从今跟那种 还那种样子了 然后再过一段 再过一段 再这样 再专注力不够 定力不够 再希望 突然心地清明 清明的时候就可以利益众生了 你所做的事 就不是前面的斗力 激情 定力 说要目的性 要自我价值的期限 那剩下的 一旦清明起来 你所做的每件事都是利益别人的 但是你会发现 功德远远不断地往回绕 就是你一做事 你就是利益别人了 一做事就是利益别人 你再也不会因为你没有激情 那个利益别人就是斗力 就是激情 而且 但是不会在心里挂着 你现在说 我要利益众生 你还得发心 发 发 从哪发 哪有个地方发心 就是个头脑的知诫 但是当你越过这一段的时候 你一出手就是利益别人 一出手就是自发的 因为你本来就是菩提心 你本来是佛嘛 佛的起点就是利益别人的 佛就没有其他 就像太阳一照就是普照万物 它就没有其他事做 所以说 菩提心不用罚自己就在那儿 你就是那样的 是不是 就是你的起心动念都在利益别人 而不是刻意的 而不是故意的 这个就是说到了太阳的等级 再过一段 再进入 再往前修 这个时候还是很危险的 你知道 这个在修队上还是很危险的一段 会有人会被磨到灭了 如果你是功德不圆满的话 又早笑的话 吸气又未经 就开始灭你了 就 人家就看见那块怎么有个太阳呢 但是所有的都 想想是好 应该想 而且你小拍也是 随便想 随便去做 哪怕做到一只半个 做到半个 没错 你就放在那儿 等着完善 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什么太方向的目标 我不知道做什么 做什么更好 做什么更好 然后你就想一想 就会说 它做什么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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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知道做什么了 你要是说 它坐在那儿 你看好 等一下没事 这就是 它做点事 给它找点事 或者 哎 其实都是修行 我一个两天讲 这个做 做什么更好 你去做 做什么更好 它说 你的精神做啥事 你的肌膜也被我拆了 你的肌膜也被我拆了 你看 咱们坐的时候 让我从前不在那儿干肌膜呢 我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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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肌膜 反正 现在无所谓了 都拆了 我拆了 我的肌膜 也不是故意的拆了 无意拆了 我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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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看那两只鸡 还没活着 活着不错 拆了 我拆了 这也没有活着 我拼了 我拆了 这也没有出树了 今晚 你想一下 就想吧 想吃都小 拆了 支持你 呵呵 现在用的还是你自己的才华 有才华其实做不了很多 要有智慧 才华是一个小范围的 你做不出一个 做不出一个很豁达 如果你用才华去做 做一些涵盖面积很大的 很累 但智慧跟才华不一样的 智慧就是心量完全打开了 不再局限的自我的 永远看别人 或者是你看起 看不起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 位置很重要的一个人 在这个世界 你会在他身上发现 你没有的东西 在他身上每一个人 当你的心一旦这样 去关注随便的人 你的心就打开了 智慧就打开了 如果你再有才华 你就能做这种大片 你就能横拐三纪 然后做那些 真的是就像那种 英雄人物做的那些 但如果只是在头脑里面 局限在自己的空间 有一个说你再有才华 你只是技巧 你做出的片子是 里面有很多的技巧的东西 就是看也行也流浪 挺好的挺好的 而且你说给别人 有什么实在的意义 或者流方百事 或者成为一个什么 就像一个什么 写长篇小说的 一个写散文的 一个写小说 就抒发自己情绪的 今天你们看到 你们经常微博 天陰了下雨 或者什么 文笔很优美 也不能说没有才华 文笔很优美 但是它永远只是短片 永远只是 但是一个写 你看历史写长篇 它的视角一定是 一下子深入到各个人 就是扩展出去 而且历史关注这个世界 所有人的命运 古商阶层的 或者是政策 社会制度 或者历史文化 它关注的面很广 它绝对不是 抒发自我情感 它把所有人的情感 都通过它的文笔抒发出来 而自己只是一个 中立者旁观者 而且去 它是娓娓地到来 把所有人的酸切苦辣 到来 但那里面有没有它的眼影 这是写长篇 做纪录片 做大片 做小片也是一样 你做纪录片 你要只是说 我有素材 我有把它拼接 或者是那也就是个 我们看吧 那也有人看 也不是没人看 行不成一个 或者是你抒发一下 你的界定 那就是个凤死技术也罢 你的还坑窍有的也罢 那从里面 只能看到你的东西 但是不是这个世界的声音 就在打开 不是去学什么 是打开你的心 心量 你们最起码坐在这 不管这个世界 怎么诽报你们 怎么说你们 怎么跟你 怎么说 你都哈哈一笑 就能了 最起码这是 最起码的定力 就是 你们坐在这个地方 比弥勒菩萨 就是微笑 永远挂在脸上 就是 就是笑所有的人 就是所有的事 所有的人 你笑了 随风而去 根本在心里 一点和解也不留 这是你要达到的 最起码最低的 在这个基础上 去拍片子 你知道吗 如果你人家说个啥 或者心里别悄悄话 还觉得他怎么这样说 或者是 你这样子 我还不理你呢 你看我这 极了情都多指 我这汗 就是那种 梗梗梗的 就是 还要保留一种 品质 还要保留一种 当然说 我们是说保留品质 但是要有那种痕迹 有的话你会折的 就是被折断 稍稍就是还差一点 这个其实也不是说 一定要坐在座点上眨脸 就是红车里面 明天去观察 你看 然后自己做那绝照 绝照 也不要说 哎呀 我怎么幽化了 哎呀 我怎么幽反了 知道反就放下呗 刹那直接坐在这 放下 放下 聊聊风 这个世界与我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 但是不要说 我利益 众生 你就要求众生回报 那是你应该做的 你是佛 每个人本来是佛 你佛就应该做那些事 没有其他 而且那也是 不是你应该不应该 是你就是那样 就别等着人家回报 你做不了别的 你又不是做点别的 本性如此 有很多想法 有很多 你有才华的东西 但是 心力不够 目前还不够 你的激情 你的激情要放下了 说心话 说心话就冲上店 就冲上店 因为我不通 其实最怕的 就是有时候 我们很兴奋的 想到一个支点 大家全部给你泡两水 你说不行 你还行吗 不行 然后呢 如如不动 然后想想 行还是不行 不疑惑不动 然后做也行不做也行 但是心不动 真的 你在修得有点 国务府的时候 啥也能做 这世界就哪一行都能拿 不不就不是问题 小转 他做啥做啥 真的 哪有出来 哪有那么难的事 最烈的就是一教证 一教证就累 然后丘结果叫针 他没做呢 就开始累 如果不丘结果不叫针 做来越多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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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摆好看 那就啥 那你心好看嘛 怎么摆 怎么摆 怎么想 你要较真 你就坐在这个地方 坐在一个角度上 你看的永远是你的视角 你这两边肯定看不到 你不是一玩儿的心动做 你是有 有所求 有所成就感的心态做 那个就累 结果也不大 最多也就是个商业的 比如说明天我买点钱 或者是我怎么有人播 你肯定做出来如果做好的话 你可能哪个频道也播你 但是你自己也 不会受益 就是在工作 就是一份工作 你做了一个事情 做了一些事 也许有人认可你 有人骂你 又不认可你 叫人就说你 说他拍得不好 活不出啥意义来 什么聊天啊 就是说任何时候 你不要错过这个 安住在这个地方的游戏的那种 就是在这儿你坐在这儿的时候 千万不要错过 你在游戏在中心 你在这儿 然后一切都在围着你 就是一绝一绝地玩 要玩住 不要想想想 出去 不管在哪儿都是以中心的位置 在这儿做事 你觉得比如养鸡啊 拍纪录片哪个好呢 行 就是这个那种 就我来看 我去干什么也行 现在就是想个事 然后养鸡也行 你会把鸡拍得非常美 你知道吗 这就开心了 当你在养鸡棚里 有非常大的乐趣的时候 你蹦出去 你的纪录片绝对做得非常非常漂亮 否则你的纪录片 简直是揪一把 揪一把 就是那种沉重的像我们看了 拍二十七 节气也是雾蒙蒙的 你把那个鸡给咱拍得妙许很深 你再做纪录片 然后跟鸡交流的平等的交流 然后那个鸡就好像跟你能平等的 要真的平等到那个 又不觉得你高 又不觉得他低 心态能圆柔的走别发现 圆柔在这儿的话 你做啥也行 随便你做 你的纪录片拍得 谁看也觉得 这是纪录片吗 哎呀好像真的很好 那只有二十四节气啊 不是只有人有二十四节气啊 动物才有啊 鸟 鸡 猫 狗 他们在做什么 你为什么只关注人力 人力已经不足足二十四节气 就是 动物才在 你去拍鸡呀 是晚 天津人合业的状态 在洞里面更 更 他更以前 哎 乱七八八乱想现在 都不跟着节气走 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